這隊叫女家公,我都玩了差不多一季 CO女靈異真的蠻吃紅度,尤其是鬼神之女 她發動機率是吃武力的影響 反擊傷害也是吃武力的影響 在這麼多的CO武將當中,她的表現都不錯 把她拿來單打獨鬥又行,跟她爸爸女寶砌都OK 給大家看看我最近打到的戰報 這場為什麼打這隊死得這麼誇張 聯紹一開始已經先攻,我的速度是不夠快 如果你要跟SP聯紹鬥,你一定跟她鬥速度 你看看她第一波已經發動了制刀著敵 雕閃已經被她震懾了兩回合 這隊補血有,淨化模式也是有 不過雕閃被人控制了兩個回合 而且她的傷害不斷被人打出來 我這隊完全被她清光 我天下無傷完全沒有發動過 是因為我的女寶死死地被人控制住 所以完全是不能動 總之玩女寶,女寶不發動 其實你已經是死了 這場戰報就輸得極之徹底 唐月來的,這個自己有 退了盟,然後自己打自己有 陰公主 好,我們再看看另外一些戰報 這場贏在於發動機率很厲害 天下無傷發動了三次 不過暴女無人是極次善 只有兩次,普攻14次 只有兩次 這個也是沒有虎炮騎的幫助之下 她的發動機率是極之低 飛攻制性都不錯,補了4700兵 那我為什麼會用機型陣呢? 我發覺經常打夏喉淵的隊伍 即是主將是主力輸出的隊伍 是很容易死的 因為我這一隊主要靠因利益拳的規避狀態來減傷 但我覺得也不是太行 始終都是要一些虎炮軍民、暫備其風、御敵屏障 那些減傷比較實在一點 我的呂布天下無傷是可以發動到71% 雕閃的閉月如果用了百馬二重是可以去到88% 那我再用兵書自敵以躍 去到第五回合再加多7%的發動機率 我主要都是拚呂布的發動機率 以及雕閃他的控制 淨化加上你的視敵以躍也可以再加% 但我都臨近於死的邊緣 他的魏閻發動機率是很強的 三次破陣吹劍、三次絕奇及盜 令到將門虎女的三次發動都殺了差不多8000兵 他的威震華也有兩次 我發覺這裡都被人控得很厲害 淨化完全沒有發動過 因為威震華一計窮 全部武將都被他計窮了 所以這裡動不到 贏了真是贏了就幸好發動了天下無傷這麼多次 14次普攻 兩次暴力無人完全是拚了 再來看看另一隊 小兵那些不看 這場也很小兵的那些不看 這場都是輸得很徹底 對啦 完全是沒有動過 就被人按住來砌了 四個回合我也是沒有動過的 閉月我發覺打這些拖回合 或者他們... 嘩 這個還要是很滿紅 是很難跟他們打 如果你發動天下無傷 起碼可能殺到一個 但對著這些這麼紅 這麼高的級別 真的很難打 其實我女寶都升到49 我是在49的時候才專門玩雕蟬 看看可不可以 因為雕蟬我自己本身都有滿紅 所以我就用了雕蟬 剛剛就看了用雕蟬的戰報 我現在就看看用許友 許友我都抽到了有兩紅 許友這個奧魏皇后 是幾匹配於玩天下無傷 你看到我這隊天下無傷發動了四次 為什麼會有四次呢 是因為回合多 還有鬼神之類也有幫手 我以前是用CO女寶儀去用主動戰法 發覺打蛤猴淵的隊伍 我的CO女寶儀不斷被他控制 淨化恩利濟拳都動不了 所以我才想著嘗試用雕蟬 因為雕蟬的話 雕蟬速度快 淨化恩利濟拳都可以先手去發動 那就可以搶先在女寶儀和女寶儀 那時候就淨化了他 那我嘗試玩這個模式 不過我還是覺得用許友的效能性比較高 鋼圍的屬性打擊也挺大 他紅度也不差 他的兵量也好過 還有他玩盾 不過如果他是玩騰格兵 我都未必贏到他 鬼神之類都打了7200 反擊傷害不是很高 不過他每次這樣反反一下 數量其實也挺大 司馬爾不停在規避 反擊其實打很少 都是打得到400多 但是你要記住對面是盾 還有對面的防禦能力也很足夠 400多400多這樣打下去 都不差的人 最重要的輸出不是靠天雅無雙 其實都是靠突擊戰法 所以有時候在想著 用血印增鋒好 還是這樣的突擊戰法好 突擊戰法帶出來的傷害量 即爆一次其實都等於你幾次的普攻 所以我會覺得用一些突擊戰法的成效是比較多一點 那血印增鋒我在先鋒服那裡試過 那個感覺上輸出好像都不靠突擊戰法發動 可能三次到四次的成效那麼大 那你見到剩下一次印尼濟拳 都會有幫助的 那你見到如果對面一些英士囊固 可能用武通神可能都給我避一避 這一隊就是水閹潛龍槍 都50級的 那個表現都挺厲害的 那你見到我是攻打槍的 因為為什麼我會說想砌這一隊呢 就是因為我見到今季一定有超多的槍隊 還有它一定會有SP信玉 SP信玉大家都會知道 機減鮮色的防禦的境界是極度瘋的 防得很厲害的 你怎樣可以打穿它呢 就是要靠多段式的輸出 那麼多段式的輸出天下無雙就可以做到這個效果 你見到我都是16下的普攻 是怎樣都可以穿到的 關羽都被我打殘了 他的兵量跟我其實都差不多 雖然我是黑制他 但是他的紅度上是挺理想的 很早期關羽已經被我打死了 所以他完全是做不到輸出 你見到我的血量都是很平均 我都沒有怎樣受到傷害 非攻制性都是報得過3000多 所以這隊其實拿來打水閹潛龍槍其實是OK的 不過發動得不理想都是那句 呂布也是很難生存到的 然後再來打一隊 這隊是50級的麒麟弓 紅度也是相當足夠的 大家會看到他用了暫避奇風可以防到的 但是他的龐統和姜維都已經被我清光了 龐統應該是用了援助甲 那援助我是清不了的 因為我沒有用當風吹血 普攻大多數情況應該不斷打他的龐統 他龐統被我打死了之後 姜維就成為下一個目標 即是兩下的天下無雙 剛剛應該就是選擇了這幾個 哇他的姜維是普攻了10次 5個回合已經完全消失了 那先登死士我有看過效果 他打這些需要主動戰法是頗有用的 不過有個問題 如果他用奪魂 其實會影響我的行動次序 我呂布的速度和呂布的速度 是調到剛剛好 是差了0點多速 即是很貼的 沒有人可以在中間放進去 鬼神之旅的發動 是怎樣都可以被天下無雙吃到的 但是如果他有奪魂 就會影響到我的行動次序 即是如果他奪魂到呂靈異 那我的呂布就不能在當個回合 就吃到發動機率的提升 有15%那麽多 剛才登死士其實都頗配 給這一隊去用 因為他可以減敵人的統率 以及可以減敵人的發動機率 這個要視乎對面的血量 我的天下無雙可以再發動幾次 不過他神機秒算都是鎖定了呂布 所以他真的極度尷尬 哇神機秒算一下都打我一千多 你就知道呂布是多麼自將 你沒有人守護著他是不行的 幸好非公制性就不斷幫呂布補血 姜維的主動戰法發動機率是減3的 我沒記錯是可以去到4次 即是可以減12%的發動機率 奪魂也減了52 可以再多一點 不過他的觸發機率就沒有 因為我自己是給了先登死士 給許游 許游他的統率不是太厲害 而先登死士是受到攜帶者的統率影響 其實正常都是給周泰 即是虎神功去使用 那我就拿了這一隊這樣用 那我自己感覺上 鎮帆軍會比較好 吃天下無雙的普攻 傷害量有時也挺多 而且補血量也有1000-2000左右 那這些就打到贏了 那看看打輸這些 那這隊就是打騰格兵的 騰格兵不用想的 呂布是唯一的輸出 就算呂布死了 呂靈異的鬼神之類 都可以帶到一些傷害出來 但是他都是兵刃傷害 打騰格兵基本上不用玩 對面還有金滿紅的騰格兵 所以是沒得玩的 唯一有得玩的 我嘗試過有贏過是怎樣呢 就是暴淚無人打中了司馬爾 司馬爾的反天次地 就不斷燒自己 就令到對面燒死了自己 那5樓其實對面都是相當之白板的 不過級數他已經不斷用這隊去挑 都挑到他已經變成50L 很可惜 天下無雙是沒有發動過 呂靈異的淨化是有4次的 神機妙算如果混亂了呂靈異 淨化是有機會淨化給敵人 所以是有點卡的 混亂的情況 呂布其實很容易會打到自己人 你看到呂靈異的淨化是淨化了假虛那些 所以是很慘的 我見過很多場的戰報 都是呂布選中了自己人 不停地打自己人 打到自己已經死了 最後已經被飛鴻軍收了皮 這隊的智力是真的很低的 你說要跟智力隊鬥呢 可以鬥的 呂布要夠快發動天下無雙 去搶先他們發動 這樣就起碼可以擊殺到一個 但其實要擊殺都有點難度 因為現在的防禦性是很足夠的 你又沒有像SP馬超一樣 可以破人防 呂布不是 呂布真的跟你實幹 你幹我一下 我又幹你一下 互相大家互幹 如果對面都是冰隱傷害的話 真是好死痛 呂布是自傷殘殺的 錦帆軍大家可以看到 這裡都打一千多 我們來看看 如果天下無雙發動得多的話 那個殺傷力都挺足夠的 打這一隊騎隊 對面都是50級飛鴻騎 還要玩劉備 戰功我拿了很多 拿了4000戰功 因為對面不停地補 天下無雙發動了5次 飛鴻制勝是補了差不多9000 錦帆軍都打了3300 鬼神之旅都4900的反擊傷害 暴力無人誇張 8次 這些我都嘴巴了 我沒有用虎炮騎 但他都可以有8次 普攻了20次 20次 那8次其實是不理想的 不過都很厲害了 已經打了差不多 一萬的傷害 忠用2你都補了差不多6300 我相信對面其實都拿了很多戰功 障門虎的震懾 我可以淨化到他 因為他這一隊沒有混亂 我的淨化一定是可以淨化到自己人 無論如何都可以幫淨布或許柔 去淨化 還有許柔的奧衛王侯沒有當風 我無論如何都能發動到 所以這隊的表現就相當理想了 再一次打一隊騰格兵 依然都是收皮 亦都是打同一個對手 我三次天下無雙 暴力無人5次 都是打到1900 你就知道多麼痛苦 打騰格兵這隊不用想了 然後再來打一隊騰格兵 亦都是被人收皮了 再打騰格兵 對面只有一個萬三兵 我都是收皮 沒得打 六次暴力無人 都是只有一個800 好誇張 接著打雷騎 這隊騎大家的血量又差不多了 飛鴻軍厲害 飛鴻軍打了八千九 我的飛鴻制性其實都不差 都五千二 鬼神之女 淨化 印鴻制拳 都是表現得不錯 有三次三次的發動 鴻軍也不差 也有四千三 不過對面我看看他的補血量 可以去到多少 他的補血量是五千多 我的補血量加上已經是破萬 他的輸出力 這樣看起來 他真的多很多 暴力無人 都是只有三次 只有1700 真的有點沮喪 普攻也十五次 暴力無人的好處 就是他的爆發力 如果發動到 你剛剛才看到 是真的可以破萬 但如果你用了血印真鋒 他穩定在於普攻傷害 其實是OK的 視乎你怎麼看 我自己喜歡用暴力無人 因為暴力無人可以混亂他 或者如果你是打一些槍隊 就是SP關羽 如果用SP關羽 我相信用繼窮會比較理想 就是兵刃繼窮那個 我不是叫做燭成麒麗 然後突擊隊 突擊隊也不是夠他快 他還要是張療、嚇豪雄 我先看看 他有沒有一些 非常強勁的裝備 他沒有一些 如果這隊遇到SP元兆 他也挺害怕的 我先看看他速度有多少 他速度不夠 因為如果SP元兆 我自己的速度可以去到 270多到280左右 我剛剛才過 神經病好像是去到290 差不多接近300速 是很誇張的 我們之後再看看 這隊都是用了騰甲兵 不過大家去看看 天下無雙是6次 普攻了24次 打了6個回合 6個回合都發動天下無雙 這是什麼概念 是很誇張的概念 天下無雙都打了7400 天下無雙都打了 暴力無人6次6000 就是每次都1000多 我都沒有血好可以傷害 因為對面簡直是被我打到倒了 對面都是小兵 但如果是騰甲的話 他發動了五雷軍頂 其實我都挺痛的 因為呂布 呂靈儀那些是極致障的 但我就是靠奧衛皇后 不斷減他的屬性 令到他起碼打我這一隊 不太痛 但我相信我還是要加一些 防禦能力比較理想 這隊不是騰甲兵 我都被他這樣砌到死了 真的極致誇張 我相信可能是呂布 是不是捉住了呂靈儀來挑戰 看見到 就是這個原因 這一場 其實不是對面殺我 是我自己殺了自己 記不記得 天下無雙是捉了呂靈儀 呂靈儀不斷被人打打打打打打 被他爸爸打死了 爸爸打女了 被他打死了 真是救命 完全搞不定 再一次碰到詛咒弓 都是被他打死了 他SP元少速度是312 你看他先手控了我呂靈儀 我都很難玩 呂靈儀震懾有個情況就是 淨化和因利制權的動不了 然後呂布就被人高佬連營了 但其實他可以發動天下無傷 但他發動不了 鬼神之旅在這個情況下 都發動不了 鬼神之旅是需要武力去推發動紀律 但我這個紅度不夠 所以就沒辦法 他沒有那麼多屬性點 給我去分配 我又要加速度去追他一把 又要去推那個防禦 那其實真的沒什麼武力去推發動紀律 所以其實發動紀律都是 聽天由命 魏珠相近一次應該是被我因利制權 避開了 但我這隊都傷得比較嚴重 他的江東猛虎六次都打了我八千多 挺同的 還有他有一個魅惑 天下無雙不斷跟人普攻 魅惑影響呂布都很嚴重 這隊我相信都說普攻了十五次 唉沒辦法 打騰甲兵是真的比較舒適 又不夠人快 破軍威勝一次五千多 被食擊虛一次四千五百 已經幫我收皮 還有他有當風吹決 打這些速攻隊其實我都很害怕 所以我剪解之後就用了刁纖 為了刁纖就可以先手 先手去控他們 但若有個問題 你用了刁纖 反而我又會覺得防禦性又不夠 亦都不可以打那些紅度比較高的敵人 你好像他又可以打那些高紅度 但那個速度上 亦都是這個的弊病 現在打這一隊超級紅的五虎槍 五虎槍也是被我的呂布爆頭 因為為什麼我爆頭 他們現在速度不快 所以我這隊不可以碰騰甲 還有你不可以去碰速度很快 例如SB元兆 金靈那些速度 或者是喬怨 如果CO呂寧是用主動戰法 像我那樣 用正化用恩利濟拳 你就不要去碰喬怨 被他控了呂寧的影響性都很大 還有呂布如果抓了喬怨 兩個互抽 突擊戰法發動你上 你也是很危險的一件事 打這些比較慢速和克制性的 其實這樣就比較好用了 你看到關羽已經被我兩下天下無傷 就收了皮 趙雲、張飛 其實也有減傷害 但也減得不算很多 主要是抓住了關羽 不斷跟他挑 還有我用了CO呂寧做主將 機型陣可以比一比 又是啦 打這些速度比較慢一點 很吃的 那帆軍我第一次見到他打了9500 非公制性補到沒有血補 鬼神之女4600 淨化3次 恩利濟拳1次 天下無傷3次都是很完美的表現 3600戰功到手 為什麼女靈異又死了 我相信又是被爸爸打 有打過的痕跡 打女都打了2000多 這隊如果打規避都是極之恐怖的 天下無傷是沒有傷害 我還沒說有一定的影響 他這隊真的很紅 兩下的五雷軍頂 我應該因利濟拳是有幫助的 打速攻隊都是不行的 被人清兵 剛才說的 詛咒攻 虎神攻 這些拿香騎 完全被他按住來砌 他是玩當風兵武 玩潛龍陣 我已經先手把他斬殺了 天下無傷3次 只是選中了許友和假許 這個也是運氣的表現 鬼神之女6000 淨化2次 恩利濟拳1次 天下無傷3次 暴淚無人8次都不錯 發動機率其實挺理想 他在玩水淹潛龍槍 之後就轉了來玩諸葛 趙雲和SP關羽 他這裏都是被我完全清掉 我天下無傷只是兩次 我是暴淚無人和速成其利 輸出模式是很厲害的 發動機量這些 真是幾元妙的一件事 你有時不用 他都發動到 所以我之前只想 不如全部用突擊戰法 這樣殺傷力會提高很多 那錦帆軍也有5000多 非攻制性也補到沒有兵好補 看看要不要用中勇異裂 你不用的話就倒一局 倒一下看看呂布可不可以發動 打諸葛亮有個很危險的情況 就是如果他選中了呂布 呂布想發動天下無傷的時候 會被阻止 已經是50%的天下無傷 但是就被諸葛亮阻止了 所以打諸葛亮也有一定的危險性 他有900多的傷害 可能都是控制了我的呂寧耳 和呂布 簡進了我兩個剛好有主動戰法的無象 那就被他控死了 一次的天下無傷 表現得不太理想 對面飛弓也正在補 草船借戰也正在補 將門虎女也有四次發動 水焰七軍四回合 大家有看我之前的攻略片都有說 關羽呢 第四次發動水焰七軍 基本上已經是斷定戰局 最重要是令關羽不要發動水焰七軍 但沒辦法 速成騎尼也只有一次 還有草船借戰也發動了兩次 應該怎樣也能夠清晰一點 三勢陣都可以不斷推高水焰七軍的效能 但你會見到這隊是比較慢的 打慢速隊 我這隊就有一定的優勢 速成騎尼是六次 但我想說暴雷無人發動機率 都是35% 但速成騎尼是有六次 這六次的幫助就很大 所以看看你自己想用中用熱烈 還是用多招主動戰法 就視乎你自己而定 我自己會覺得 用多兩招突擊戰法會比較理想 淨化、因利濟拳這些 我也嘗試做過轉變 尤其我覺得表現狀態 是比剛才我所說的刁纖 比較理想 紅度很足夠 因為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抽到她兩夫妻 呂布又滿紅 刁纖又滿紅 所以我打算拿來用一用 但這個情況真的不太理想 給大家做個參考 所以我不停轉換戰法 目前為止 我轉換就用了百馬二重 因利濟拳我就不用了 我嘗試用這個余敵屏障 也可以用這個撫測軍民 不過撫測軍民又好像不和呂布很相配 因為呂布屬於速攻隊 用了撫測軍民 好像情況不太理想 引元力戰 我知道你說哪招 就是事件戰法 事件戰法我沒有換 群攻的表現狀況不太理想 血印增鋒會比較好 其實我可以換 但我沒有換 因為太史池對我來說很重要 我現在還沒有換到潛龍陣 因為潛龍陣我還欠一個 就是元少 我想用元少 宣冊因為實際太多戰法都要宣冊 宣冊根本就是事件戰法武將 中洞萬計又要 苦巨鷹羊又要 血印增鋒又要 潛龍陣又要 真的被他吹仗 你只可以在大池抽 不然其他抽不到 所以比較慘 對面其實很紅 戰法都用得不錯 首先為什麼會用橫掃千軍 再到破關威城 是因為現在很多SP信玉 橫掃千軍可以先破境界 之後再到破關威城 打一個傷害出來 你不可以說是錯 他也是有他的道理 當然啦 你先破關威城 再橫掃千軍 橫掃千軍會吃得更多的傷害 但是他也有一個原因 為什麼我會贏到他 是因為我會周泰死先 其實我呂寶已經死了 純粹都是靠鬼神之女 呂靈耳帶輸出 他也是用了白馬的 不過我相信呂靈耳是快一點 因為你看到呂靈耳是先觸發的 雕閃我就用了這個雨滴屏障 非常之好 呂靈耳和雕閃都吃到減傷 第一個回合很好的 雕閃就混亂了金靈 淨化是一開始發動 但是他有一個好處 就是淨化可以提升到呂靈耳的武力 和雕閃的速度 智力武力都提升了 令到居靈耳的觸發機率會再提升少少少 呂寶現在有反擊 太史池如果中呂寶 也有一定的幫助性 起碼可以犯一反擊 令到香湧的兵力都沒有了 天下無傷就發動到 打了一下金靈 金靈打一次的普攻 是有600多的傷害 周泰也有個肉身鐵壁可以幫忙 暴淚無人發動到 非常之英俊 打了差不多有1000多 金靈一下普攻打呂寶都很痛 因為金靈的兵刃傷害其實挺大 鬼神之類有一下反擊 呂寶又打金靈 呂寶打金靈反而的傷害不是太大 但是金靈打我呂寶一下就很痛 幸好呂寶本身有一個中勇二歷的倒戈 不停地回血 所以你就會想一下 到底你戴不戴中勇二烈 你戴中勇二烈就會有好像 現在這個模式的效果出現 然後金靈開始癡痫 金靈一次的普攻觸發了會心 打我150呂寶 所以呂寶死其實也很正常 即是他跟別人肉搏 自己也很重傷 他聖氣靈敵沒有觸發 真是可憐 對面的運氣真是極之差 然後呂寶剛巧觸發了暴力無人 又打了周太混亂 之後無傷的連擊就沒用了 破軍威勝一次 幸好打了呂寶寶 呂寶寶因為現在存在 預敵屏障的減傷 所以頂一頂到 金靈又打了呂寶 呂寶有分擔 金靈也幫他分擔了400多 呂寶寶自己差不多700多的傷害 雕蟾現在的存在價值就在這裡 又觸發閉月 在白馬二叢的幫助之下 雕蟾的閉月都有88%的發動力 是相當相當之癡 正化其實有55 但好可惜也是不發動 如果發動到的話 好了 呂寶寶再一次發動效果 他都可以觸發鬼神之女 接著就到太史池 太史池這裡都沒有一個突擊戰法發動 呂寶天下無傷再一次發動 非常靚仔 60%的發動機率 加上天下無傷 不過好可惜就是中勇二烈發動機率沒有觸發 接著又抓了太史池 嘩 抓太史池 嘩 有些恐怖 呂寶還說太史池是在聖戰中的 接著打呂寶也打了900多 九神之類也有一定的反擊 當風吹決觸發到 呂寶的效果全部都沒有了 速成其實也有打到 呂寶打太史池 當然呂寶再暴淚無人 太史池混亂了 現在鬼神之類也有效果 雖然是中了當風 因為為什麼呢 鬼神之類的反擊是由呂寧已帶出的 所以就算呂寶是中當風吹決 反擊傷害也還在 當風已經KO了呂寶 即是呂寶在第二個回合已經不停自殘打死了 嘩 接著她瘋了 她的金靈破關威性是打了我差不多3000多 但是幸運 雕蟬發動了閉穴 周泰就跟我分擔了這一下的傷害 嘩 這真的很關鍵 是分擔了差不多40% 差不多41%的傷害 這個雕蟬就是它的作用性 好 接著雕蟬再來 閉穴繼續發動78% 接著就選擇了太史池 不過太史池就算窮了 太史池如果算窮的話 即是她的智力是最高的 她說她在走智力路線 因為她用當風我相信 好 接著呂寶的爸爸不在 唯有呂擔當這支大旗 輸出的大旗 鬼神之類很好 三個回合都有發動 所以打了一些傷害 接著也不是說太多 但這次好過沒有 打了兩個敵人 因為她是二選三 有時打兩個有時打三個 接著金靈就是這樣打下去了 我爸爸臨死的時候 留下了一點點的祝福 令到太史池混亂了 太史池就打了周泰 令到周泰都關了 我這一場就這樣就贏了 也是幾重傷的一次 你說呂寶這樣跟人自殘 遇到這些金靈 太史池的兵陷傷是這麼厲害的話 這樣打其實也是幾悲慘的一件事 既然呂寶都輸了 下一場已經不需要看了 都輸了 COO呂寶2其實也是打不到 SP信玉 因為她是單點的輸出 好像張國 黃統這些 其實很難打得穿她 都是那一下一下打 打不穿那個境界的效果 呂寶2就是一個樣板 不需要看了 已經輸了 只能贏到那一場 但這一場也是極之重傷的 所以搞不掉 這一場又是一個很好的一次戰步 好了 這一隊我的介紹就完畢了 看看大家要參考一下 因為我也是想嘗試去發掘一下 COO呂寶2的表現 因為COO呂寶2其實可以跟雕仙 做一個無風陣 但用無風陣又有一個尷尬的地方 就是你的女靈異紅到不夠 你輸出也是差點 鬼神之旅是每次都打兩個或者三個 但是你紅到不夠 你輸出就不得理想 那我不如用你做輔助武將 去推阿爸 因為他阿爸 我都抽到滿紅 所以我就想嘗試這樣組 這一隊就真的是女加攻 阿媽 阿爸 和那個女 女加攻 看看有什麼表現 那我也嘗試慢慢去發掘一下 看看我會不會再組多一隊 還有剛才所說的都是不能打的 即是速攻那些 對五五打得 拖回合的隊伍就適合他 非常感動的